以斯帖记 这是圣经中既振奋人心 又让人好奇的一卷书 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 被流放到巴比伦之后的 一百年左右 当时有一些犹大人 像以斯拉和尼西米 回到了耶路撒冷 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回去 以斯帖记讲的就是住在 书山城里的犹太人的故事 书山城是古代波斯帝国的首都 故事包括犹太人莫迪改 和他的侄女以斯帖 还有其他人物 比如只顾喝酒 没有志气的波斯王 或者奸诈凶狠的波斯大臣哈曼 这卷书最特别的地方是 书里自始至终 没提过神的名字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 圣经不是讲述神的书吗 然而这位匿名作者的 写作手段非常高明 他请读者在阅读中 自己寻找神的作为 其实整卷书 处处都能看到神的作为 故事中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巧合 跟带有讽刺意味的逆转 这让人不由地想到 在幕后有一位神 好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本书开头两章 讲述波斯王举办了 两场盛大的酒宴 整整持续了187天 波斯王的目的很虚荣 就是为了炫耀他的伟大 和国力昌盛 宴会最后一天 波斯王喝得醉醺醺的 下令让皇后瓦什提前来敷衍 好在众人面前炫耀他的美貌 结果瓦什提不肯来 波斯王在酒醉中 一气之下废掉了王后 还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 要求所有的波斯男人 都要在家中做主 之后 他办了一场选美大赛 为要找到一位新皇后 这听起来很像一部糟糕的肥皂剧 正在此时 以斯帖和莫迪改出场了 以斯帖隐瞒了尤大人的身份 并且赢得了选美大赛 波斯王被以斯帖深深的迷住 封他为波斯王后 不久 发生了一件更为奇妙的事 莫迪改碰巧听到两名侍卫的阴谋 要暗杀波斯王 莫迪改通知了以斯帖 以斯帖告诉了波斯王 莫迪改因救了波斯王的性命 赢得了王的信任 表面上 以斯帖记从开始就没提神 但发生的所有事 好像都是出于天意 那么神到底要做什么呢 作者接下来开始介绍哈曼 哈曼不是波斯人 是雅加人 雅加人是古代迦南人的后代 这记在《萨姆尔记》上15章 国王提拔哈曼 做当朝宰相 要求所有人在哈曼面前都要下跪 只有莫迪改不肯照着做 这让哈曼很生气 哈曼发现莫迪改是犹大人 他成功地说服波斯王下令 杀死所有的犹大人 并且定下了毁灭犹大民族的日期 哈曼制骰子 在西伯来语中骰子被叫做普尔 11个月之后 也就是雅达院 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消灭 接着哈曼和王摆设酒宴 一起庆祝这个极其残忍的决定 随后故事的重点 再次转向莫迪改和以斯帖 他们是犹太人的唯一希望了 他们筹划着 让以斯帖去向波斯王 透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并且请求王收回自己的命令 可问题是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没有波斯王亲自下令 任何人都不能到王的面前 否则就是死罪 这个时候莫迪改说了一句关键的话 他确信 即使以斯帖不肯出头说话 犹大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莫迪改还大声地宣告 也许你当上王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 于是以斯帖下定决心去见王 他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 我若死 就死吧 故事继续发展 我们看到非常讽刺的是 哈曼所有的罪行开始被翻转了 以斯帖邀请王和哈曼出席他办的宴会 在酒宴上 他说自己有两个特别的请求 将在第二天的宴会中透露 哈曼醉醺醺地离开后 在街头看到莫迪改 哈曼勃然大怒 下令竖起一个木架 准备第二天早晨把莫迪改挂在上面 这个时候 莫迪改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好像已成定局 可是忽然之间 故事出现了逆转 当天晚上 波斯王恰好睡不着觉 他叫人念王室历史 做睡前阅读 恰好听到莫迪改曾救他脱离暗杀阴谋的记录 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哈曼前来禀报 想杀莫迪改 波斯王却命令哈曼为莫迪改救驾之事 公开向他致敬 这一下子 哈曼不得不预备好王室的马匹 带着莫迪改在城中巡游 让百姓都称赞他 这一刻就是整卷书的转折点 哈曼开始被降悲 而莫迪改开始被高抬 好 我们继续想想看 第二天 以斯帖又办了一次宴席 王和哈曼都到了 以斯帖先向王透露了自己的犹大人身份 然后透露了哈曼设计要谋害他 谋害曾救了波斯王性命的莫迪改 和所有的犹大人 波斯王这时也喝多了 听到这件事大发雷霆 这卷书里有好多人醉酒后怒气冲天 他命人把哈曼挂在为莫迪改竖起的木架子上 哈曼就这样死了 死得既讽刺又恐怖 但是哈曼被处死 也不能改变波斯王先前毁灭犹太人的命令 以斯帖和莫迪改开始筹划 怎么能收回王的命令 但王的旨意一旦发布就无法收回了 所以王授权莫迪改下一个反命令 亚达月十三日本来是犹大人被杀害的日子 他们事先得到命令 可以自卫和击杀所有谋害他们的人 于是莫迪改 以斯帖和各处的犹大人举行盛宴 庆贺王的新命令 波斯王抬举莫迪改 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 最后到了执行圣旨的日子 犹大人就胜了仇敌 先是摧毁了哈曼一家 还有参与哈曼计划的其他大臣 第二天 犹大人获准除灭全国境内所有设计谋害他们的人 犹大人快乐地庆祝 因为他们终于躲过了种族灭绝的危机 得到了拯救 接下来 故事讲到以斯帖和莫迪改下令 每年设立两天为普尔日 用来庆贺犹大人在毁灭中得拯救 普尔日这个名字 源于希伯来文普尔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骰子 故事讲到最后 莫迪改被提拔为宰相 以斯帖记中说 他地位显赫 大有荣耀 犹大人在流亡中兴旺发达 我们不妨关注一下整个事件的设计过程 这篇故事充满了不少讽刺性的逆转时刻 故事的设计就是用情节逆转构成的 连细节都是这样 比如 一 波斯王的荣华盛宴及命令 和莫迪改的荣华盛宴及命令 形成对比 二 以斯帖和莫迪改 先是拯救了波斯王 最后又拯救了所有的犹大人 三 哈曼被提升为宰相 他下令并设宴 这一幕到莫迪改被提升 下令并设宴时就被逆转了 四 以斯帖和莫迪改两次策划 拯救计划的场景 五 以斯帖两次设宴 构成了整个故事中最大的逆转结构 六 哈曼被降杯 莫迪改被高升 哇 堪称完美 以斯帖记中 还有一个让人称奇的特点 就是人物在道德上的模棱两可 有不少情节在讲 喝酒 怒气 性 和谋杀 而莫迪改和以斯帖都参与其中 更别提这当中还有不少违背律法的事 比如 嫁给外邦人 吃不洁净的食物等等 所以作者似乎并没有把莫迪改和以斯帖当作模范 也不认同他们所有的行为 然而身处极度糟糕的情况下 他们却又是信靠和盼望的榜样 以斯帖记让我们想到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全篇没有提神 整卷书的信息似乎是这样的 当神的百姓身在流亡中 不再遵守律法的时候 当神似乎不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这是否意味着神已经弃绝了以斯列百姓呢 神放弃了自己的许诺了吗 以斯帖记的答案是 神没有 本书邀请我们来看 在历史上即便面临混乱的局面 人们的道德立场含糊不明的时候 神仍然在做事 他会使用不完美的百姓的信心 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因此以斯帖记叫我们在 看不见神做事的日子里 仍然要信靠神的供应 无论面临多么糟糕的情况 要相信一个事实 那就是神要赎回属于他的美好世界 这就是以斯帖记的经意